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漢人在台灣南北 台灣在西部往東的路程已經受到阻礙了 所以當然就是要想辦法往北或往南的方向往東去拓展 所以往北的話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淡南古道 然後往南的話最主要就是三條輪古道 當然還有一條就是封港道的古道 那個是日本牡丹社事件的時候進來的一條路線 淡南古道的話就是先從淡水那邊坐船 然後到暖暖那邊然後再步行 然後再往上 然後再喉動 經過金字碑古道 然後再經過曹陵古道 再經過曹陵古道 這個是那個 然後還有淡南變道 那個卓克華有寫一篇淡南古道的研究 他有分析得很清楚 可是那一天我沒找出來 他就把那路線整理得非常的清楚 然後淡南變道的話 基本上的話就是從新殿那個地方 新殿往那個 新殿往平林的那個方向走 然後平林方向 平林之後的話 會經過四土山 四土山以前我們有個朋友 的舅舅住在那邊 他就有帶我們走過那個四土山的那個古道 四土山的古道的話會經 下去的話就是經過那個溪谷的話 就是跑馬古道 然後四土山的話 附近有一個台灣遊山保護區 那邊就是可以看台灣遊山 然後跑馬古道下面的話 其實就是看台灣北部最硬的石頭 四南沙岩 在開北一公路的時候 那個大約和不知道斷了幾根的那個沙岩 就是那個四南沙岩 這個就是遊山 台灣遊山保護區 所以我們走古道不一定是看人文史蹟 其實自然的一些資源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在南部的話 最主要就是那個三條輪古道 三條輪古道就是後來的淨水營古道 這個淨水營古道我也去過三次 可是都沒有走完 都只走一小段而已 當時我們最主要是要看那個碎花山 碎花山的那個 當時主要是做植物的學習跟考察 所以三條輪古道當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包括鳥啊 包括什麼 很多東西都是從這條路到東部 包括那個像一些平埔族西拉雅等等的 一些人的遷移 其實都是從這一條 這個三條輪古道 它會越過那個中間就是中央山脈 然後在中央山脈 以東的話就是那個比較重要的生態保護區 這個就是三條輪古道從訪寮那個地方 所以後來叫淨水營古道就是因為那邊有軍營在那邊駐紮 所以當時的話就是有幾條古道 最上面那一條的話就是那個淨水營古道 好 那我們就進到比較重點的那個 這個淨水營古道在日治時期的話就是那邊有做了一個淨水營駐在所 然後國民政府時期的話有開了一條大漢林道 所以國民政府時期的話是那個大砍伐時期 所以那邊就有一個大漢林道可以接淨水營古道 淨水營古道我去過的印象 像我們當時開車進去的話足跡非常的多 足跡就在我們的車子前面這樣飛 所以生態資源非常豐富 然後裡面有很多那個比較稀有的一些植物資源 所以去的好幾次都是 然後其實淨水營古道除了文史資源之外的話 其實最重要就是它的自然資源 它中央山脈引動的話就是動物保護區 還有那個碎化山保護區還有台灣油山保護區 清朝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清朝在1874年以前的話 漢人跟原住民的之間的接觸跟摩擦都是比較小規模的 然後漢人的話就是很緩慢的向東移動 然後去佔領原住民的土地 可是付出的代價就是被出草 所以這個中間有很多比較複雜的過程 然後在1873年就是發生那個牡丹寺事件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然後就是流球人漂流到廊橋然後被殺 被殺了然後只有好像一兩個人活著回去 然後後來日本人就來了 然後1874年的話 在那個牡丹寺事件之前的話 這個是18世紀法國人畫的地圖 也就是清朝他所能管轄的領域 只有西半部 東半部不能 所以在那個牡丹寺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英國領事李仙德 他就建議日本人 你可以去攻擊台灣的東部後山 因為那是化外之地 所以當時的整個範圍大概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牡丹寺事件之後就開山府翻 開山府翻就開北路 中路跟南路三條路 開山府翻其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怕外國人去攻擊後山 所以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後山變成清朝的疆域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要大量的招攻移民漢人過去 把後山變成他可以真正管轄的地方 對 對 就是1874年神保真建的 可是他那個時候建的北路 中路 像中路的話 他當時建的中路就是巴浪寬古道 然後他當時建的路是高高低低的 就是他寬只有六尺 然後並沒有依照等高線在走 所以他是高高低低的 北中南山路的話 最主要就是這個時候建的 所以這個時候是一個很關鍵的清朝的一個 對後山想要掌控的一個重要的時刻 因為如果沒有掌控後山的話 那會變成外國人想攻擊後山的一個破口 所以這就是北中南山路 這就是北路 從那個蘇花公路這樣子一路過來 然後中路的話就是巴浪寬古道 巴浪寬的話就是周族的人稱玉山 稱為巴浪寬古道 神保真建 看一下就中路 然後南路 南路有兩條 然後昆仁阿古道跟另外一條 到底什麼名字也不是很確定 昆仁阿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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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時候也創造出 屬於戰爭的攻擊跟防禦路 這個時候也創造出 屬於戰爭的攻擊跟防禦路 這個是發軍清來史末裡面的一張圖 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 然後進化戰爭以後 1885年 那個流平船還是繼續那個 然後當時在那個1890年代有開 從基隆道淡水有開了一條 那個基隆道淡水的橫斷道 橫斷道基本上就是從那個道輪 那個地方 然後從馬 然後從馬術 然後我猜想應該從七星山跟那個 跟黃水山的中間的那個地方 插過去然後走入小坑 然後一直到淡水 所謂的橫斷道的話就是說 一般我們如果開古道的話 通常會繞過那個山 可是橫斷道的話就是說 它要爭取時間 因為它是軍事用途 它要爭取時間 所以如果遇到比較小的山的話 它就直接爬上去再下去 直接穿過去 所以這叫橫斷道 本來也有一條那個繞山的道 可是那一條是比較遠的 所以後來那個清軍就開了一條橫斷道 最主要這兩個地方的 最主要是想要使這兩個地方的軍力 是可以互相的連結跟支援 這可能因為清法戰爭的例子 好那我們就進入那個 比較重要的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基本上的話就是對台灣 台灣中央三地的原住民的完全統治 所以他們當時有立下一些禮凡政策 禮凡政策剛開始的時候以懷柔政策 懷柔政策 然後後來到了什麼時候 到了五年禮凡計畫的時候的那個 也就是佐久仙佐馬太 那個Sakuma那個時候 從那個1910年到1914年的話就是 主張用強力的手段 先用武力去鎮壓然後再懷游 所以當時的話就在1914年就發 就爆發了那個全台灣最大的一次原住民 日本跟原住民的戰役 叫做泰魯閣之役 然後那個 各位看一下那個黑線那一條移動 跟剛才清朝的那一個 清朝法國人畫的那張地圖的範圍 好像有點像 黑線移動的話就是屬於 屬於台灣的高山原住民的領地 那個就是 這是日本人畫的圖 對中央三地要完全統治的話就是 它的目的就是管理三地的原住民 因為這很重要 因為一旦三地的原住民反亂的話 他們要花很大的成本 第二個就是 張腦資源跟森林資源的開發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 水利發電等等的事業要展開 然後第四個的話到後期 到了大概1935年之後的話就是 發展觀光油氣事業 當時國立公園也陸陸續續的展開 所以大概就是三個 那就是玉山 所以從1915年到1930年代的話 他們也設法要把高山的原住民移住到三角 比較好管理 否則的話那個月嶺到每一個住在所都要派駐日本警察 所以那個是很花成本跟很發資源的 所以他們就是在1916年到1930年就想辦法移住原住民 可是成效不彰 可是成效不彰 這個是什麼櫻花 物色櫻 所以物色事件之後的話 他們就展開了強力的那個政策 他們就定了一個那個十年 十個年 李帆事業的那個 中間最重要的一項就是集團移住 他們就是一定要把那個高山部落的原住民移居到三角 然後再受殘 然後叫他們種田等等 所以物色事件其實也是個轉折點 其實是有一點那個悲情的 所以1934年他們就發布那個 發生十個年計畫 他們要把那個四千多戶三萬多人移居到那個三角平地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工程 所以日本人對原住民最大的戰役就是太魯閣戰役 太魯閣戰役就是在那個薩古馬的五年李帆計畫的最後一年 當時的話就是在那個1914年的時候有一支探勘隊 十四個人的探勘 十四個人的探勘隊 他們就是想去探勘那個太魯閣族的情況 因為太魯閣族跟那個東邊 和安山以東的這個托洛克族不太合 所以日本人就收買托洛克人 然後就十四個人的探勘隊 一進入太魯閣的領域 全部被幹掉 十四個人全部被殺死 然後後來日本人就想了很多辦法 他們要發動這場戰役之前做了很詳盡的調查 他們做了什麼調查呢 這個是齊萊山 他們就爬到齊萊山 爬到南湖大山 然後一個是齊萊山是屬於他們的 就在荷安山以西一點點 爬到齊萊山 爬到南湖大山是屬於 譬如說太魯閣族是在這邊 齊萊山在這邊 南湖大山在這邊 然後另外一次從山崗溪這邊的山來看 從山個地方去探勘 從山個地方去探勘 他們太魯閣族核心的 像卡拉寶和那個托伯扣的 那一區的原住民的部落的狀況 跟他們的防守跟一些狀況 之後才發動攻擊 而且發動攻擊的時候 出動大炮還有飛機 而且那個佐久燕佐馬泰是親自渡軍 親自渡軍 然後在打戰的時候 聽說他是從馬背上掉下來 可是在地原住民說 他們打到那個佐久燕佐馬泰 然後聽說摔死了等等的 在地的傳說其實很多 所以這場戰役 這場戰役是台灣原住民最大的戰役 對抗威權統治者最大的戰役 然後台灣的越嶺道舉例 舉例的話 我就舉那個 在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可以舉那個 河灣越嶺道 因為河灣越嶺道 我走過大概就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卡拉寶附近去過非常多次 一個就追入古道 那個就比較不用講 所以就要講卡拉寶 當時的話就做那個河灣越嶺道 然後河灣越嶺道 然後各位有看到那個 屏風溪旁邊 河灣越嶺道 這裡是一個金子的 產金的一個地方 我原本一直都覺得很納悶 那麼深山的地方 然後資源也不是很多 雖然那個動物還蠻多的 可是他們有槍 他們人數也不少 他們的生活資源到底從哪裡來 這個是一個我非常有興趣的問題 後來我就去問在地的朋友 在地太魯閣族的朋友 然後他有給我一些答案 卡拉寶 卡拉寶的話就是那個 是一個在太魯閣戰役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點 然後下面的那個溪谷的那個 頭部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然後為什麼會那個 卡拉寶在那個地方 然後卡拉寶下去的話 溪的話 一邊是馬狗 一邊是露比 露比過去的話 就頭部扣就是一個大色 這個大概太複雜了 所以你們大概比較不容易理解 所以等一下我們用講的好了 後來的話建荷安古道的話 就有在卡拉寶裡面建一個 那個日本警察官吏住在所 這個是日本警察官吏住在所的遺跡 然後這個是那個 他們的那個夯樓 很大的那個夯樓 二就是爐子 然後卡拉寶的話 好慢慢來講 沙金它為什麼會有沙金 因為屏風山的那個山 屏風山的岩石裡面含有沙金 所以一有大雨的話 一衝擊下來的話就有沙金 所以他們的他們的仙人 經常會用沙金去做那個金的枕頭 然後他們沙金也是他們重要的交換物質的資源 像別的色是用獸皮 是用鹿皮 是用山腔皮等等 可是他們不是 他們怎麼出去呢 他們出去的時候就在那個塔吉利西 他們他們就用那個倒下來的大樹 然後大樹他們就 大樹就推到那個水的上面 然後他們就坐在大樹上 這樣漂流而下 漂流而下的話就是 有時候如果落差太大的話會撞到 他們就稍微跳下來 然後再繼續往前 然後到下面的時候 他們在大概外太魯閣那個地方 去以黃金去跟他們做交易 然後交易槍枝 交易鍋具 交易什麼 交易完之後的話再走那個 那個塔吉利西旁邊的路 這樣子 這樣子一路回來 所以也是很辛苦 可是也可以說明說 他們為什麼會有槍 會有那麼多的那個資源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他們其實是用黃金去換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那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那個 看一下 在那個後來 中橫公路 中橫公路開通以後的話 中橫公路開通以後的話 在地 後來的話就是 在地的話就是慢慢的沒落 然後中橫公路開通以後 我的朋友就跟我講說 有一次的話就是那個 那個蔣經國的車隊就從那邊經過 然後在那邊吃中餐 然後他 他們那時候是小孩子 然後因為很窮 肚子又很餓 所以就去要便當 然後要便當 之後的話就跟他們聊天 然後小孩子就跟他們說 我們下面都沒電 結果看能不能幫他們接電 結果真的反應上去之後 兩個禮拜以後 電就接下來了 這個是很特別的那個 可是後來 可是後來 可是後來的話就是 在大概 1980年代 也就是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當中 黨外抗爭 然後那個 我那個朋友就跟我講說 這間小屋 以前 像謝長廷 林索水 他們有六個人 在有一次的那個 黨外的 不知道什麼事件之後的話 就躲到這邊來 然後大概躲了一個禮拜 才出去 那個時候可能就是變成那個 雖然那個時候還是蔣經國執政 雖然蔣經國是對他們有好處 可是在面對這種 民主化的抗爭的時候 他們還是幫忙黨外人士 然後在那個民國69年的時候 立屋西口沙經熱 沙經熱的話 他就跟我講有一個漢人 就從碧綠神宮那邊 下到卡拉堡 然後下到馬克 然後帶著機器 然後在經過三四天之後 就帶走六個寶特瓶的純金 所以很厲害 因為他們都知道說 立屋西口一旦有沙經 那個上游的沙經當然更多 上游的 所以那個漢人非常聰明 就從那邊溜下去 然後而且是帶機器 帶那個可以整理沙經的那個機器 這個是很有趣的過程 然後後來他又跟我講說那個 襄山浩爵 為什麼襄山浩爵 為什麼襄山浩爵 他又跟我講那個 苗栗山藝那邊有四個人一組的 專門在列取襄山的樹柳 他們就是在山裡面這樣 找那襄山 一看到有樹柳的 就馬上把它那個聚下來 這個就是整個我們 這個就是漢人文化裡面 對樹的那個欣賞 他又喜歡那個奇奇怪怪的 所以很多這個部分的那個 就會被倒裂 這個是非常不好的一個現象 然後後來的話就是 就是有那個果菜公司的大股東 就是租地 租他們的地 然後當時用露擾 在那邊工作 然後就是 因為台灣的高冷蔬菜價格很好 然後那個地方的氣候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 源源不斷的高冷蔬菜 就這樣子一項一項的被暈下去 這是卡拉寶的我的經驗 這個是很有趣的那個 這個就是那個 天響那邊的那個 的那個 所以你看用那個 坐在大樹上這樣 彎彎曲曲彎彎曲下去 其實也是有它的風險 可是原住民的那個 本身的那個 身體的那個 的動力跟那個反應 其實是很快的 可以想見他們是 是利用這種方式在對外 運輸跟貿易的 這就是小屋 然後那個 大理大航步道 大理大航步道最主要是發電的 這個應該 Sacadang應該大家都很熟 Sacadang步道 所以就比較 所以就比較 比較不用 它上面那個就是 上面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酥水的水道 下面還有一個 酥水的水道 他們在地也有賣那個 珊瑚椒 珊瑚椒就是 那個醃起來很好吃 我當時就有跟他們買了 買了一瓶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對 都給你帥就好了 其實現在生活裡 越來越多使用行動支付平台 那會不會以後我們出門 就不用帶錢包了 當然啊 現在電子金融及行動支付 雖然方便 但還是有它的風險存在 是喔 像是造假的網址及APP 還有網路病毒啊 密碼外洩啊 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使用行動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樣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我們來幫您安排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評估您家人 出院後的照顧需求 出院三天前 完全評估 連結長照服務 像是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 居家復健 簡易生活輔具租借等等 符合資格者 回家一週內 就可以得到長照服務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安心出院不擔心 高校排隊 的火隊 火三天前 否認 是 和 福三人 第一 東海 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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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搬進社會住宅 每個月我可以多匯點錢回家 有管理員 有公社 跟鄰居也處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 我要做爸爸了 等孩子出生 還可以申請三房的房型 讓幸福住進來 社會住宅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 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 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